所以各位一个大善知识像佛一样 待在那边那个地方就有福报 因为他的心在关心的那个地方 但是呢他现在涅槃了 可有他的任务了 所以当然我们要努力的回向 供养长老最好的方法 不要让他担心 不断不断不断的回向 不断不断的做功德 所以希望不管香港也好 不安定的地方都要好 所以讲到这个地方 各位要为爱你的人过得快乐一点 你的爸爸妈妈很爱你 你一定要健康 你一定要心里很平静 就算你现在身体不好 你也要故意去喝一杯酒一样的 脸红红才进去看他 就算你很穷 你要塞个卫生纸 放在口袋说 这个叫钞票 你千万不要让爱你的人 因为你而一点点的痛苦 让他担心 所以对我来说 当然我们佛教里面 这个叫慈 慈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让我们的父母 师长关心我们的人 想到我们就快乐 我们还要直接给他快乐 我们不忍 他一点点 一点点的痛苦 痛到你心里面来 所以我想各位做过爸爸妈妈 你的小孩子 留一点点血 一点点咳嗽 你的心就会在咳嗽 很痛苦 很痛苦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这每一个佛 他为什么要大转法轮 他就是不愿意看到我们痛苦 他还要发愿 承担所有众生的苦 所以在我们有佛法的加持的状态之下 我们的百分之一苦只剩下百分之一 这个叫什么 来 待业往生 阿弥陀佛可以 释迦牟尼佛可以 药师佛可以 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在药师佛前面 药师重 药师佛的心 就把你所有身心的痛苦 透过他的愿力 拿过来 制止 拿过来 他留一点点 让你 让你赶快拿借这个来修行而已 但是他要把你承受你的苦 所以每一个佛菩萨 就像有一次我去尼泊 他们给我介绍一尊 很出名的 红度母 我看他的脸很感动 我在前面就念了很多 而且希望解决这些痛苦 因为我有很多困扰的事情 必须要去办的事情 结果我拜完以后 我在别的地方讲过 有一位菩萨 他就给我说了 他说师父 你刚刚跟度母讲的话 度母要我回答你一句话 我说什么话 他说度母说他要承担你刚刚所说的一切痛苦 请你放心吧 我们在那边 所以这个叫度母 我终于了解 度 它就让你脱离所有身心轮回一切的痛苦 度母的存在 就是要承担所有众生的痛苦 就像妈妈一样 当然 如果你要修度母仪轨 你要承担这个心 就跟度母的心相应 所以 如果我们 我们 修度母 当然 只想要解决自己的问题的话 那当然 度母还是会帮助你 但是对我们 就没有那么相应 所以就不了解 度母的心是什么 当然 大乘佛教 所谓的大乘心 就是佛的心 佛的心 他就是要 愿所有众生 没有一点点的痛苦 那这样 以这样的心 来供养 绝光照 所以 我们念佛的人 要了解佛的心 妈妈的心 妈妈不要我们受苦 妈妈不要我们去 去为了烦恼而痛苦 千万不要再伤 妈妈的心 千万不要再伤 佛陀的心 一心念佛 你要了解佛在想什么 佛不要我们受苦 但是 如果你心乱了 你去贪嗔痴 你去执着 你就在伤佛陀的心 所以我想各位在家里 每天都在 不断的拜佛念佛 拜佛念佛 不要再说 我不高兴 我喜欢 你太伤佛的心 所以我出家以后 我都发了事 我绝对不让我师父 乃至我师公 为我伤一点点的心 我宁可他叫我做的事情 一分 我一定要做到十分 因为让师父 非常非常的安心 因为师父对我们的恩 太大了 就像我要出家 我的障碍太大了 就像要死一样 那是我的师父啊 他承担我所有出家痛苦的障碍 默默的 所以因为他要 他要帮助你出家 他要承担你出家 我知道我出家的问题很多 但是真华长老 来 我帮你踢度 没问题 如去长老送我去车站 没问题 他没有这些长老 来承担 我们就消不了障碍 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我是要发心出家的 我要很认真的 既然我要很认真 我障碍就特别大 所以同样的 我只能说 各位如果你真实要发菩提心 魔就在你身边 魔就随时要让你死 让你退转 因为魔不要你发菩提心 所以那你要怎么做 所以你要好好好好 保护自己 起心动念 做什么事情 都不要离开佛法 因为离开佛法 魔就有机会进来 那我们这些佛菩萨 我们的老师 就会很伤心 所以在这种念头 也不是很困难 所谓不是很困难 是你要保持在佛性 保持在经典里面 所说的正确的心态 那是世俗 事情来了 你还是要按照 正确的心态去处理 你不能为了钱多 钱少 快乐 欲望 你又要犯戒了 你又要放义了 你要用过去的方法 去对待别人了 你不能说 我过去是皇帝 我过去是什么人 反正我个性就是这样 借口 我是女生 所以我要这样 我是谁 所以我要这样 那就是说 摆明了说 跟佛菩萨说 我不想修行 不然你要干嘛 我要让你伤心 所以我想各位 千万不能对父母不顺 我到今天为止 我父母虽然往生了 我每天都要看到他们 微笑 因为我每天都做供养 我要看到我妈妈在笑 我看到我爸爸在笑 我看到卢须长老 曾华长老 杰光长老 都还在笑 我就 我就努力 因为我不能 让他们有一点点 担心 我都会问 我所谓的问 我是用心问 我没看到我师父在笑 这样我就去做 这是我的师父 卢须长老 三周年的元吉日 我们要到雾峰 办八观再戒 因为卢须长老 很喜欢传八观再戒 所以 因为我要让我师父 很高兴 师父你不在 我们老老实实的 按照你的方法 来守八观再戒 来读诵 你喜欢读的经 那我认为 这个也是很好的方法 所以 你要改变你的心的方法 那你就是 服侍别人的心 服侍阿弥陀佛 把你的心交给阿弥陀佛 把你的心交给你的师父 你不要用你自己的想法 我喜欢 我不喜欢 你真的伤师父的心 你真的在伤佛陀的心 何必呢 何必这么做 所以 如果你把你的心 交给了三宝 如果你把你的心 交给阿弥陀佛 你反而 你是最自在快 所以当我们在 修行部分 在家出家 当你碰到 有不自在障碍 那你赶快 那是因为 你的心跑掉了 你用你自己的想法 来做事情 你不符合佛法 你不符合佛法 你跟诸佛菩萨 你跟师父的心 合在一起 你怎么会偏掉 你怎么会孤独呢 所以这一点 各位要有 非常维系的观察 观察 就像我坐在这边 我在想什么 佛的心就在想各位 佛的心就在想各位 佛希望转你们的心 好 我知道 所以我要代表佛 因为我坐在这边 我要转你们每个人的心 因为佛要这么做 我是他的弟子 我不是来讲 我个人的想法 我现在所讲的是 佛陀要跟各位讲的话 因为佛陀希望我们 转法轮 离苦的 成佛 不要再用自己的想法 在做事情 所以对我来讲 我就不需要 为什么 我不需要看稿 为什么不需要看 因为佛陀 苦口婆心 一直在这边讲 我只能一直这样讲 我都会很感动 哇 佛太关心我们了 他关心我 关心各位 关心往生者 他就给你一个念头 各位你要放松我 你不能说 我今天 我想表达什么 我不想表达什么 那你就 没办法 我们只是一个镜子 把佛的心 透过我们 给众生 我们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把阿弥陀佛的心 反射到 这个受苦者 这个灵命中者 去感动他 如果凭我们 去跟一个得癌症 车祸死掉的 往生者说法 他会说 你都没有我的痛苦 你还说什么说 你也不知道 我车祸怎么死的 你跟我说什么 但是 如果你有佛陀的心 佛陀比他们痛苦 几百万倍 都承担过他们的痛苦 佛陀了解他们的 痛苦 所以佛陀才有悲心 所以你要很专心的 用佛陀的心 来贴他们的心 我们只是一个中间者 然后 因为这样 对方就感受到 阿弥陀佛对他的爱 对方就超度了 记住这句话 感受到阿弥陀佛对他的爱 对方就超度了 一个堕胎胎儿 感受到他妈妈爸爸 对他那种 疼惜不忍的爱 胎儿就超度了 一个情在在主 感受到你对他的爱 亏欠 想要弥补 他就原谅你了 对人也好 对非人也好 都要如此 所以只能说 我们修行 不能再有我的想法 我的心态 永远永远 体贴对方 永远永远 接受佛陀的教法 我们负责 体贴对方 负责 慈悲 佛陀负责给我们 一个最好的加持 方法 所以修行 要修行到 你感觉到 佛 时时刻刻都爱你 佛陀永远在你心里面 他永远没有离开你 所以我们如何 让佛的心展现出来呢 念一下 无条件的爱众生 全然的爱他 所以你必须要 全然的接受爱他 你当你尽最大的力量 去爱他 去让他感受到你的爱 他尊敬你 他永远尊敬你 因为你太尊重了 但是你跟他那边 巧来巧去 这样对付的 这个叫大秤 一般人认为 大秤 佛教 戒律 不要跟我讲话 酷酷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 要改变改变这种风气 格格不入 格格不入 所以我很赞 谈谈技工 下回我们参加法会 包关在线 一人戴一顶技工帽 好不好 这样人家报纸才要来登 技工帽就是出家帽 很正常啊 技工帽 看谁演的最像 要改变 不好意思 我这个人个性就是比较僵硬 那你要跳啊 僵硬 不然你怎么修行呢 不行 我个性僵硬 我这个人不会陪人家笑 我不会跟我丈夫撒娇 我讲不出好话给我爸爸 那你要修行啊 不然修什么 大秤是利益对方 对方要我怎么样 不是你想怎么样 不是你的个性 反正我就是这个脸 那你没办法 所以我想各位要 心甘情愿吧 去还债 当然 讨债的人 他可以讨 只是对他不好 各位 不要去讨人家债 你欠我 你欠我 我好像还跟你要什么 那就是你再来讨债 就像一个儿子 跟他妈妈说 你的财产